那我們會用這個是黃芪跟甘草 甘草有做過蜜製 有用蜜去製過所以叫製甘草 我們用黃芪是製甘草一的比例 其實就可以來泡一個氧氣的茶 我們把它取名叫免疫茶 所以氧氣講到氧氣這兩個字 就是我們常聽到就是提升免疫力的意思 對 等於有點像把它鞏固我們的保護層 因為黃芪它本身它可以去把我們身體 比較內部的水分把它抽出來 然後到我們的皮表 提升我們的胃外之氣保衛的胃 大家最習慣是在辦公室就泡茶喝了 對 其實你們可以準備像那個有一些茶包 你們可以把它裝在茶包裡面定起來 或者你說在辦公室你有一些你就抓一些 像譬如說我們這個可能就 直接帶草藥去 對 你用4比1的比例嘛 所以我們就加一些進來 然後甘草你就不要加那麼多 你就抓個兩片三片 是 對 因為甘草其實也會甜啦 像這個藥材去中醫中藥行都買得到嗎 對 都買得到 對 所以很重要喔 現在所有上班族在辦公室裡面 你只要有這兩個中藥材 你看像醫師這樣4比1的比例 這樣泡開來 不一定要用煮的啦 用泡的也是ok 用泡的也是ok 但是煮的話當然它的味道 味道會比較出來 味道會比較濃 但是效果是差不多嗎 差不多 當然煮的它成分它釋出來 液體裡面的成分比較高 當然效果會更強 像是現在比較夯的像是魚心草 這個叫魚心草 對 對 魚心草你也可以聞聞看 像它這個草啊 它的味道 哇 它就是清清淡淡的那種 對 但是其實因為它這個已經曬乾了 已經揉織過 所以它的味道可能會比較淡 那魚心草它其實比較偏向我們的肺部 尤其是說有一些農陽 或有一些 想到肺部現在是關鍵字喔 對 有一些發炎的狀況的話 它可以幫我們去清熱解毒 甚至去排這些農 像這一個的話就是結梗 結梗的話 結梗那個花啊 它這個就有淡淡的香味 它這個結梗 它本身它可以去引我們的藥氣 它能夠上來我們的喉嚨 所以它可以當藥癮 然後另外的話 它本身也可以去把我們比較偏 腎或者比較偏比較下半部的水分 它把它拉起來 拉到我們的喉嚨 所以它會讓我們的喉嚨 有一個滋潤跟瀝菸的效果 然後另外還有常用到的像是紫蘇啦 紫蘇喔 對 這是紫蘇葉 然後這個紫蘇梗 那其實都可以使用 那紫蘇葉它紫蘇 其實它一般還是算在偏於 發散去解錶 那它怎麼樣去解錶呢 有一些比較偏風冷的 風涼造成的一些感冒 另外還有一個像是這個 金銀花 這個金銀花它其實又叫做雙花 像現在那個外頭很流行有一個叫雙黃臉喔 喔 對 有聽過雙黃臉嗎 前陣子大陸一直在傳出來說可以抗肺炎 對 那這個雙黃臉的雙就是指金銀花 因為它有兩個顏色 對 有比較偏白跟偏黃的顏色 就是比較它成熟的花朵跟比較不成熟的 那這金銀花比較會去清我們的肺熱 也會稍微清到一些肝火 所以主要針對說像我們表皮還是皮膚有長痘痘 或一些暗瘡 其實這金銀花都很好用 然後當然還有一個最後這一個 這邊還有一個這個叫做板蘭根 板蘭根的話它是比較廣放性的抗病毒藥 像這個金銀花也是 看起來像樹幹一樣 對啊 它就是它的那個根部 那它這個板蘭根它抗病毒藥 也是比較沒有一個局限性說對什麼樣的病毒 所以也常常說會一起拿來做一些使用 像第一個我們可以跟大家介紹的是我們的核骨穴 核骨穴怎麼著 我們其實在這個虎口 你用一個大拇指對上來 壓下去剛好虎口 你稍微轉過來食指這一側 你在食指這一側去按樓 會比較有感覺 食指 對食指你可以按按看這邊 這邊會不會有點痠痠的 對它這邊的話就按進去就會痠痠的 你當然也可以有些是教人家 可能上下捏著這樣子按 但是其實它並沒有那麼好去按 但它正確點其實是比較偏這邊 偏裡面一點 這是一個小技巧 對 偏一個小技巧 然後另外一個在腳 我們的竹陽明味精的竹山裡穴 所以這個陽明味精它在竹山裡 它在我們的膝蓋 外膝顏 這個外膝顏 下面四根手指頭 四根手指頭的下面這個頸骨旁邊 大概一指幅的位置 外側 然後就會有一個痠痠的點 真的有壓下去有瞬間痠痠的感覺 對所以有時候脾胃系統狀況不好的民眾 其實這個點是還蠻需要去按揉的 你假如說一隻手不夠力 你可以把一隻手搭上去兩隻手這樣子去按摩 五個五秒再放鬆 你會比較舒服啦 像我們在我們的顱骨下面跟我們的頸椎 的一個交界處 剛好在兩邊 這邊的話它把它按下去應該也會有點痠痠的 很痠很痠 對它這邊的話其實叫風磁穴 風磁穴跟我們中間脊椎 在頸椎這邊中間的位置叫做風磁穴 它們剛好都是風的巢穴 我們可以說是風都躲在那裡 我們為什麼會強調這一點 因為中間有一句話叫風為百病之長 為什麼會這樣說 並不是說它不好 只是說我們需要風我們的身體才會有氣的流動 血液才能夠循環 但是這些外來的風常常會夾帶寒氣 夾帶熱氣 跑進來我們身體假如剛好有一個狀況不平衡 我們就會有些情況出現 那它會卡在這裡 我們去做一個按摩去做一個舒緩 讓它更痛蠢 對 你讓它把它按開其實會有助於我們這樣子的一些免疫調節